别急 看没看 我没喝多 我能不能弄一人呢 老板 没来 告诉你 又是我前面了吗 下班了 老王远远地叫着大老黑喝酒去 大老黑一脸不高兴 你才说你是领导 咱俩要保持距离 老王不搭理他 带着他就下馆子去 大老黑跟在后边 默默地说了句 我可没带钱啊 服务员熟练地摆上了韭菜 老王边喝边抱怨道 今天爱了打了 大老黑一边敷衍着他 一边等着时机 果不其然 趁着大老黑一个不注意 老王立刻大叫 买单随后倒头就醉 大老黑那叫一个气 但看看他今天被打了的惨药 叹了口气 掏钱结账 老王是纺织厂一般的工长 手底下管了两百多号人 可能在别人眼里 顶多是个芝麻大点的小官 但老王不觉得 小官那也是干部 干部就得有干部的自觉 身在基层 时时刻刻要以身作则 就连干部家属都不能松陷 比如老王妻子 在服务场工作 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每次都有破损的 老王妻子也不嫌弃 回回主动拿了 毕竟是干部家属 以身作则 严于利己 这天老王正在车间巡视着 突然一个女工跑过来 拉着她就飞跑 通常的赵小玲自杀了 吃了安眠药 还写了遗书 老王急匆匆地 把她送去医院 幸亏发现得及时 捡回一条命 老王一打听 原因出在劳资处处长的儿子 高平身上 赵小玲是个农村姑娘 但人生的很漂亮 高平仗着老爹 四处拈花惹草 这次她看上了 如花似玉的赵小玲 承诺跟她好 就把她调出车间 还帮她把农村户口 转成城市户口 但没过几天 高平又看上了一个小护士 赵小玲发现自己被欠 一个想不过 吃药自杀了 身为工长 身为干部 老王对待工人们 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 于是她义愤填膺地 冲到了保卫科 保卫科松散惯了 老王大声嚷嚷了起来 保卫科科长 一听到高平的名字 立马把她请进门 哪知道了解事情后 第一句倒是乖起了赵小玲 说她是农村来的 心理素质就是差 她邻居家谈了七八个 愣是没掉一滴嘞 还对老王劝着 这女孩和男孩的养发 还是不同的 老王听不下去了 直接表明身份 我不是她爹 我是她领导 现在是领导和领导之间的谈话 你要是不处理 我就找厂长 科长连忙变了女婿 认认真真地恢复着 一定严查 看着对方的态度 老王满意地起身离开 科长也紧跟着出来 谄媚地点起了烟 这年头啊 有些干部光抽烟不办事 像你这样又抽烟又办事了人 可不多了 老王就知道这人嘴里吐不出象牙 拿烟往鞋底上一处 我从不手里 大摇大摆地离去 刚一回到厂里 高平就找上了门 站着他老爹的身份 出言不逊 老王再三忍让 高平以为捏了个软柿子 语言骂骂不绝于耳 老王怒了 一个琴拿 把他双手压在了背后 高平连连求饶 老王冷笑 我玩摔跤的时候 你还是个液体 原本也只是打算吓唬吓唬他 哪知道主任突然冲了出来 抱住了老王 混乱中高平逃脱 还给了他一拳 老王挣扎着准备追 主任拼命阻拦 眼睁睁看着高平溜至大吉 老王气不过 主任反倒苦可婆心地劝说 好邪不采烂狗屎 对于这种人 只能用苦肉计 你看我让他打你一下 他立刻就走了 老王傻眼了 苦肉计还能这么用 被人打了心中委屈 下了巴就找到大老黑喝酒 不胜酒力的他 在买单的前一秒 光荣醉倒 大老黑很气很无奈 只能把他送回了家 哪知道一回家 家里又来的人拜访 原来是赵小林的父亲 听说他为了赵小林 打包不平的事后 联盟送点土特产来感谢 老王拒绝 咱们当干部的从不收礼 老王没办法 只能让妻子拿出两罐俘乳 当作回礼 第二天家里的门又被敲响了 老王妻子推开一看 又有人来送礼 原来厂里的沈飞飞想要转岗 现在就差老王的签字批准了 这才提了点东西来 老王责备 妻子不该收人礼 现在厂里培养人才不容易 而且她的学业证书都是买的 纯属造假 这个字老王说什么都不签 妻子说这不是收礼 她回了四罐酱豆腐 比桌上的东西值钱多了 老王这才放下心来 然而还没踏进办公室 纺织小组长找了来 调走一个赵小林还能顶一顶 现在沈飞飞也调走 这算怎么回事啊 老王纳闷 沈飞飞没给批呀 一问才得知是副工长姚丽审批的 老王质问她 你凭什么同意调离 姚丽原本也是个纺织女工 后来抱上了厂里的某个领导 直接空葬副工长 姚丽不怒反笑 我就同意 怎么了 说吧转身就走 老王生气 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找到沈飞飞 调回了批准表 沈飞飞提醒 自己可是送了礼的 我回的礼 可比你的贵多了 拿走了沈飞飞的批准表 老王还是担心 干脆锁进柜子里 主任也听说了这件事 好心来劝导 她调离岗位是上头的意思 让你签字 不过是走个流程 那这个流程 我就是不走 看上头能怎么样 于是第二天 上头领导亲自回面 一张口就是质问 你不就是个破工长吗 还真拿自己当干部了 老王笑道 我要是不拿自己当干部 那谁拿我当干部呢 领导气得脸色帐红 直言让他走着瞧 老王深正不怕影子歪 才不惧怕这些邪恶势力 与此同时 厂里的评价结果出来了 老王带领的班级 获得了一等奖 为了体现领导的关怀 老王带着大老黑 决定亲自把证书送到村里面去 村里得知有领导要来 敲锣打鼓的欢迎 面对老乡热情的招待 老王放话 你们有什么困难 尽管开口 我们力所能及的办到 别说村长还当真有困难 他们酿造了一批酒 香甜又可口 就是没有销路 要是领导能帮帮忙就好了 老王一听 发家致富是个好事 他胸脯的答应了下来 回到城里 老王带着大老黑 紧锣密鼓的推销起了酒 然而刚上级 还没卖出去一瓶 城管来了 一看 无证经营 全部没收 老王赔了夫人 又折兵 差逢此时 厂里正在评选新工长 老王任劳任怨 容易讲庄 拿了一屋子 今年不出意外的 应该还是他 他正一脸惬意的喝着茶 那料领导却突然说 老王虽然工龄比较长 但文化偏低 不适应工厂未来发展 而且无证经营赚取外快 还到员工家大吃大喝 因此工长的职位 由姚里担任 老王愣住了 静下来一傻 原来所有的任劳任怨 都敌不过 上头有人 他明白了 默默的拿走了 属于自己的物品 他在江边进驻 编织着理由 好跟老婆儿子交代 然而还没开口 儿子反倒安慰起了他 就您得拱着 在我们吧 顶着他一头 爸 党看部 聘的就是文化 文化纸上是做人 做人纸上就是身体 爸 您的做人没问题 聘的就是身体 您要是有个散伤两短的 我 跟我哪只摔去呀 爸 咱点钱 带马吃饱子去 老王任命 安安心心地 干起了新工作 开手洗澡堂 但即便如此 他依旧不像恶势力低头 没有证件 谁都不准进 领导来也是如此 而且在他眼里 工作不分大小 看澡堂子咋了 管八百号人的洗澡呢 这天他正在打扫 纺织女工突然冲了进来 原来工厂实施改革 进行民主选举 老王的辛苦 大家都看在眼里 于是他被选上了副主任 老王一听 激动地冲了出去 大老黑连忙扔过去一件衣服 对 领导得时时刻刻 注意形象 于是就这样 老王开始了自己的新工作 别拿自己不当干部 由冯拱 刘金山 刘群主演 上映于2007年 没有大悲 没有大喜 几个波澜不惊的小故事 他把街头巷尾的百姓生活 摆上了一幕 从吃亏制服 苦中作乐 砸磨出了生活的气息 从几句礼语中 体会出小人物的生活智慧 风拱的电影 因为其平民化的生活气息 而自称风格 其实刚开始看到 这个电影的名字的时候 总以为是跟别拿豆包 不当干粮差不多 豆包能填饱肚子 这干部总得有点职权吧 但一看电影 出乎意料 在人家心里 干部的意义 是严于滤脊 泽的关系大过于全 所以干部的儿子不打架 干部的老婆不收礼 干部的下属 都要争当劳模 就是这样的严于滤脊 让他成为了一块 难啃的硬骨头 但令人尴尬的是 他的官不够大 所坚持的原则 有时未免迂服可笑 如果是个大官 他可以用 我从不收礼 这样的原则来拒绝 但因为只是个工长 面对农村孩子 拎来自家种的南瓜 自家鸡养的蛋 他没办法拒绝 说官不大吧 他算是个官 底下有更少的群众 在虎视眈眈 重话说不得 女工不好惹 轻话又显得 没威性 没原则 替群众出头吧 欺负群众的群众 背后有比他更大的靠山 打压不良群众吧 不良群众的背后 也有比他更大的支持者 老王这一口气 是提也提不起来 咽也咽不下去 所以故事的最后 他沦落到看澡堂子 是一点也不意外 但好在 冯氏的喜剧风格 从来不会制造悲剧 所以在电影的最后 因为群众的支持 他重新反稿 但在现实呢 真的是这样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